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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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寿? 兽天奇 孝儿孝顺宿长辈 长辈严寿笑哈哈 这个真的可以长寿吗? 人生七十古来兮 老夫已有百余岁 只因吃了严寿糕 再活二十年没问题 各位行人请牢记 此药名叫寿天奇 年轻二十岁 那爹就可以看见我长大成人 功成名就了 瘦天奇 旗天瘦 便宜又长寿 好事都成双 都成双 真的? 我这些钱能买吗? 小孩 你这些菜可都是好菜 花了不少钱吧 我这药啊 比你一块菜都便宜 不行 这些钱是爹的生活费 我要自己攒钱 偷偷买给爹 爹才高兴 顶晨 你帮先生一起抄书吧 印刷书籍稀少而昂贵 抄书既可以帮助你提高学问 也能让更多的人 都能看到文道圣贤教诲 还能帮你勤工俭学 谢谢先生 我一定用心做 为爹 为先生 为自己 还有谁能看到这书的人 孝心一打开 责任心便也提了起来 先生相信你 灵儿 怎么不高兴了 娘 这些天顶晨都不来找我玩了 娘觉得是那天 你对顶晨的爹 说了不该说的话 笔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 莫嫌管 随便议论别人 是不礼貌的 我说的是真的 我也不是嘲笑顶晨 如果别人说你的父母 不管是不是有心的 你会怎么想呢 江家人先问己 己不欲 己宿以嘛 很多时候我们要以己推人 自己不喜欢的 也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 娘 那我该怎么让顶晨不生气呢 爹可以变年轻了 爹可以变年轻了 爹 您看 这是 这是我给你买的长寿药 是我帮先生抄手攒钱买的 承儿 你这是从哪买到的 是在集市上 卖药的老爷爷说 可以让人年轻二十岁呢 这样您就可以看到孩儿长大成人 功成名就了 承儿一片孝心 姐一定好好吃 等着承儿有出息 爹可以变年轻了 爹可以变年轻了 太好了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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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爹 您再多睡会儿吧 今天我休息 一大早 我已经把院子打扫好了 鸡也喂过了 餐员也浇过水了 好好 爹 您看起来很累的样子 不是吗 对了 爹 您赶快把长寿药吃了吧 吃完一定会精神起来的 啊 陈儿 爹在吃药前 还有件事要交给你 跟爹来 爹 您为什么带我来厨房呢 现在还不到中午 陈儿 劈柴 宅菜 打扫 几乎所有的家务活你都会做了 只是这做饭你还不会 爹现在就开始教你 爹 孩儿应该学 可是 我怎么觉得您怪怪的 先将油烧热 再将洗干净的菜 扔进锅里翻炒 爹 孩儿已经学会了 娘 我想接着读书 读书 灵儿 年龄这么小就这么好学呀 嗯 娘 你帮我和顶尘说一下可以吗 我不好意思找偷 嗯 这倒是缓和两个孩子关系的好机会呀 爹 你怎么了 爹 您肚子疼吗 爹 您肚子疼吗 这是拉肚子了 没事 没事 爹 一定是孩儿做的菜有问题 对不起爹 孩儿会努力学习 承儿 不管你的事 是爹老了 身体不行了 爹 孩儿去给您请大夫 好 幸好没大事 爹 您说什么 爹 爹 您好点了吗 您怎么样了 爹 您肚子还疼吗 好像不那么疼了 爹 我已经给您请国大夫了 都是孩儿不好 大夫说 就是您吃了那个不健康的药 承儿爹知道 那其实只是普通的蟹药 世上没有长寿药的 您早就知道 那您为什么还要吃 承儿心疼爹 爹怎么能忍心 驳回承儿的一片孝心呢 所以爹要先教你做饭 爹病了 你还可以照顾自己 爹 我一定去找那个卖药的摊主 爹早已去过了 摊子早就不在了 我 孩子 你还小 需要经过生活的磨练 一点点长大 懂得适事 爹心里有数 那药的确无大碍 不信你看 爹已经没事了 可你的一颗心 比什么都重要 叫一笑 其所以敬天下之为人 富者也 你长大后 历经人事 也都会心怀恭敬 敬人者 人恒敬致 爹希望能给你一个 成功幸福的人生 爹 孩儿一定不辜负您的苦心 我一定要找到 均正让爹承受的办法 爹 爹 您今天看起来精神真不错 是啊 爹谢了这么多天 感觉好像都变白了 爹可不能再谢着了 不然累坏了 我的宝贝尘儿了 爹好像年轻了 是不是让爹省力气 就是让爹变年轻的好办法 好 快 啊 诚儿 多吃点 爹特意做的 都是你最爱吃的 爹 先生说 晚辈应该先给长辈夹菜 长者先 又者后 诚儿真是聪慧 今后爹可以省不少力气 诚儿是怎么想到 这些好办法的 爹 孩儿没那么聪明 就算是聪明 也是爹培养的 古人说 笑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 因为孩儿很爱爹 所以一定要想出办法 让爹省力气 爹才能变年轻 诚儿好好吃 好好长大 你爱爹 爹也更爱你 阿宝 爹 爹 孩儿离洗碗吧 你还要温惜功课 以后洗碗都是爹的事 爹 爹 爹 原来你每次把菜都夹给我 自己去 怪不得爹会上火长痘痘 诚儿还在长身体 应该多吃点菜 爹都这么大岁数了 再说还可以节省一点 你这些菜可都是好菜 花了不少钱吧 爹 您养我买的菜 都是很贵的吧 只要菜好新鲜 贱呀贵呀贵呀的 根本不重要 成儿要好好长大 爹 以后孩儿不吃那么贵的菜了 吃咱家菜园的菜就足够了 胡说咱家菜园能有几样菜 身有商医亲幽 你要是长不好 爹怎么办 以后买菜 爹也不用你了 我该怎么办呢 婶婶 老哥哥 你看着好像有点上火 正好我带来一些蔬菜水果 大妹子太客气了 请您拿回去吧 老哥哥 其实今天我来 是有事请辰儿帮个忙 一个孩子家 哪用得着您这么客气呀 请讲 请讲 辰儿 不知道您愿不愿意 再继续教灵儿读书啊 辰儿 婶婶知道上次灵儿说错话了 请你不要介意好吗 回去婶婶已经教育过她了 其实我从来没有挂过灵儿 这么说你答应了 顶晨 长辈们听说你来给我当小先生 都要出来见你呢 这是我的祖父 爷爷好 好好 这是我的曾祖父 老爷爷爷好 好好 爹 您慢点 这是我的玄祖父 小先生你好 他爷爷好 对不起 晚辈失礼了 你的家人真长寿 不过只可惜我的玄祖母刚刚过世了 那也很长寿了 我听先生说过 这叫喜寿 玄祖母临终时是笑着的呢 你家人真幸福 我们开始读书吧 婶婶 您叫我 是啊 婶婶看得出 你也想让你爹爹长寿对吧 是的 婶婶叫你来 就是想教你一道长寿菜肴 婶婶常做给长辈们吃呢 而且又便宜又营养 真的 炒菠菜 爹 这叫红嘴绿鹰哥 哦 豆瓣烧豆腐 这叫金香白玉板 嗯 别看都只是普通的菜 这真香啊 哎 这碗锅巴汤叫什么 嗯 天下第一菜 因为爹是第一个尝到孩儿做这个菜的 那承儿是天下第一厨了 爹 其实这些都是婶婶教给我做的 他说老人吃的清淡有营养 就会越活越年轻 而且都很便宜 这样爹就不会总担心花费 也不会上火了 承儿总是让爹这么高兴 灵儿早 我以后不想理你了 为什么 你抢我娘 娘只哭着教你做菜 我饿了都不管我了 我以后也不想让你教我读书了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爹身体不好 吃的菜香也变不了年轻 哦 你说什么 小公 您是哪儿来的呀 别惊心我家的鸡好吗 来 下来 下来啊 来 爹 您千万别动 我来扶您 狗儿 狗儿 老爷爷 我看看 这位长辈 您真是巧手啊 您就是灵儿的曾祖父吧 惭愧呀 都怪老小糊涂 本来是带着灵儿的小狗出来沉练 一转眼就不知这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老爷爷 这是灵儿的小狗 实在对不住了 不过 如果身体没有活动开 是很容易受伤的 这样吧 如若不嫌弃 老朽就以老卖老 教您一套陈操 老朽练了五十年了 强身健体又长寿 算是赔罪吧 多谢长辈 这么一陈练啊 爹感觉身体舒展多了 爹一定会越来越年轻的 哎呀呀呀 咸呀呀呀呀呀 小冯cke